我們剛剛的這一個整個硬體線路是這樣 那這個在Keyboard這裡就有兩個這個路線 然後這個地址呢是F100 這個地址是F100 那經過這種裝置呢 我們就可以去把一個新的輸入 從Keyboard讀進來 那我們來看看城市在怎麼行 城市就這樣 這裡 我們現在都要用Semprey 因為我們已經第七章寫過了 所以以後我們都要用Semprey 因為Semprey你一看就知道它在幹嘛 好來這裡 我們這個Semprey這個城市裡面 這裡有一個叫F100 然後這個就是KeyboardState Registre的地址 這邊有一個F100 這是Keyboard Data Registre的地址 然後這邊呢這個城市 這個輸入的城市 它的氣動城市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股 這個是什麼LDI R20 Keyboard KBSR PTR 然後呢 你把它讀進來以後 然後BER是一批後 所以換句話說 假如它是等於1年或大1年 就回到這裡來 這樣是檢查 檢查到什麼時候為止 檢查到你讀進來的值 是負的 對不對 那是負的話 這個就不成立嘛 不成立它就往下做 那往下做我就把KDR PDR 圖進來 也就是F1002裡面的資料就圖進來 圖到 所以這就是一個 最可以說是最簡單的一個氣動詞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為什麼這個可以做 你看LDI 這就是上次有同學問我說 誒 幹嘛要LDI 我那時候沒有回答 這道理就是這裡 因為到這邊你會看得到 這裡你非用LDI就可 LDI這個值量不可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 我們這個是M100 對不對 這裡是SE00 那假如我現在 你看假如我們用LD 你說那我用LD就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用LD就好了 好 那你假如你用LD 那你這個層層的這個 這個instruction 跟這一個instruction之間 你不能超過九個變 對不對 因為P就好剩 所以你不能超過九個變 所以你不能用LDI 當你這兩個超過 那麼長的距離以後 你就不能用LDI 那你上面可以說 那我用LDR 對不對 OK LDR可以 但是你要先前面要先 一個instruction 把M100放到一個regs 然後你再用那個regs 來幫baseregs 對不對 但是這樣子會有什麼效果 這樣子第一個 你的instruction會增加 第二個你會浪費掉一個regs regs的資源是很寶貴的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八個 對不對 你用了一個regs的 你再把它拌漸回來 有時候你分用不可的話 你知道這樣子 所以它的資源 因為它是有限的資源 對不對 那有限的資源的話 它是很寶貴的 所以你假如是你不用LDI 你看你就要 第一個 這個層次要變長 第二個register的速度 有些就被你佔用 好 所以你看LDI在這邊就很好 哇 指令也減少 指令也少 然後register也沒有被你簽造 好 好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LDIR0 這一個 比如說你現在這一個 這一個 你就 因為我這裡面是放M100 所以呢 我這個KBSR PTR 這一個 就可以跟我這一個的距離 放在小五九個邊子 對不對 好 因為我這裡面 我這個不是F100 是這裡面放F100 對 所以我當然可以把這個 它放在很靠近的地方 好 好 然後讓它 先把這裡面的資料 F100 讀出來 當作地址 LDI就是這樣子 好 你把這裡面的資料 讀出來當作地址 然後再去這個地址裡面抓住 所以你相當的要 要 做到這個 送去這裡要送兩次 送去MAR要送兩次 送兩個位置給MAR 第一個是送這一個人位置 去把這個讀出來 第二次再去送去F100 送到MAR 去真正把F100的資料做出來 對不對 那我們說F100是誰 F100是不是這一個人 KBSR 好 所以當我執行完這個指令以後 R20裡面放的是什麼 就是KBSR裡面的資料 這樣對不對 好 那假如我一放進去 你看我們剛剛講說 假如這個B的是E 那代表說 這裡面的資料可以用 對不對 好 就是這裡面的 Datatrix等裡面的資料 CPU可以輸進去 那假如這裡是E 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值是負的 因為它最左邊這個B的是E 那是不是負 對不對 那是負的話 這個B,R,Z,P 就不會跳 對 因為我這邊是說 假如它等於Z等於E 或P等於E 那我就會回來這個Pore這裡 但是現在它不是啊 因為它是Negative 所以這個不成立 不成立它就做了 這裡是什麼 LDI R2 KBDR PDR 就是把這個足進來 裡面的值 F1裡面的足進來 當作Address 去抓 對不對 所以當這個指令做完了以後 R0裡面是什麼 R0裡面就是KBDR裡面的資料 這樣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整個 這一個 驅動程式就是這樣 好 假如說 我現在這裡都是0 換句話說 沒有一個新進來的資料 那你在這邊一直抓 這邊一直抓 因為它沒有新的資料 所以那個Bit C的 Bit 左邊那個Bit 所以永遠都是0 都一直都是0 所以它就在一邊轉 一直轉 一直轉到有E為 有一個先的資料 那E為 好 好 那這個程式喔 你看了應該會有疑問 就跟我以前在練的時候 有一個疑問 奇怪 那這個程式裡面 也沒有說 我剛剛講的說 欸 當我去讀一個資料回來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E設為0 你看不到嗎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什麼時候這裡會點邊E 那這個程式都沒有啊 所以老師你在騙我 然後老師這個程式一做了 那就 就 就 這個跟Keyboard的互動 就完全解決了 沒有 所以Keyboard這裡 事實上它沒有放置 那也是後來我們 噢欸 怎麼一回事 出口上說 就好像都沒有講得完整 那你要慢慢 以後 寫得多了以後你才知道 這麼一回事 好 那怎麼一回事呢 在這裡 這裡 這個Keyboard這裡面還有電子電池 好 有一個 這個它的界面 我們有一個界面 對 這個界面呢 interface這邊還有一個界面 這幹嘛 就是 當你去讀KBDR的時候 讀 有一個讀的動作 它說不定會把這個E 牽圍掉 這個是書本上沒有變 沒有GEPPG 好 但是它會做這個動作 用這個Hardway在做 不是收費 所以這邊有一個電子電路 當你一讀KBDR 好 它馬上就會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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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電子電路還會做什麼 就是當這個 Keyboard Register Keyboard Register 當我要 要輸入一個新的資料進來的話 它會用Hardway的動作 去檢查這個 是不是 之一 之一的話 不動作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用硬體做的 都是用硬體做的 齁 然後呢 假如 你 打一個 它引起你打一個新的資料進來 那一定是這裡面是什麼 是臉嘛 所以這裡面這個臉是臉 對不對 然後當它引起你打一個資料 露得到這個KBDR的時候 所以電子電路會自動 你把它設定為一 所以這邊是電子電路 Hardway在做 齁 所以我一直強調就是說 各位 你不要光是只是會硬體 也不要光是只是會軟體 像這種 都牽涉到韌體的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你還會設計Hardway的東西 你看 我們剛剛講這Hardway你還會設計 齁 然後你還會設計軟體的東西 齁 所以軟體跟硬體搭配起來 你才可以真的做一個 現在所謂的 就是在一個晶片上面 或者整個系統做出來 然後這裡面也有問題 現在在外面 這個是你投入很好找的一個 一個公司 那你那兩樣都會 不要只會一樣 齁 所以像現在我在外面 跟他們 有些公司 在幫忙他們 從那個工程師進去都是 就是 很多都是兩樣都要會 齁 齁 好 那這樣沒問題 所以這樣就解決你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說 當我 什麼時候 這個 KBSR的左邊這個bit 什麼時候會E變成0 能被 潛不出他的問題 齁 那你做這種東西很簡單 因為你要去偵測它嘛 KBSR被讀出來 齁 它E變成0 就是把這個bit 塑為0就對了 然後當KBSR 就是讀出來 把它塑為0 然後當它被寫進去 把它塑為0 就這樣 可是你要偵測 它被讀出來 還是被寫進去 齁 那一個就把它變成 你一個人把它整理 這樣就好 那它就可以打到 維護這個bit的效果 這樣OK齁 好 這就是我們keyboard 你從keyboard裡面 怎麼樣塑 資料 到電腦裡 進去 好 接下來我們要 你從keyboard 怎麼樣送資料 到這一個monitor 到你的螢光工作 那一樣,我們這裡螢幕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介面孔 那邊有兩個 register 第一個叫做 DSR 第二個叫 DDR Display status register Display data register 事實上,嚴格來講應該是 monitor data register Monitor status register 但這邊是用 display 好 那這個 display register 它一樣,最左邊那個憋的就是 1 1,就代表說這個資料你可以驗 你可以秀在 那 monitor 的電子電路 可以把它秀在螢光幕上面 當你是臉螢,代表說 哇,這個資料 你已經秀過了 就不要再秀了 這樣 就是你 CPU 送資料 所以它就給它秀出來 那個資料就發生 DDR 那不管是 DDR 還是 Keyboard DR 前面這個 Keyboard DR 事實上它是16個bin 但是我們都只用到 連到7,這86bin 好,因為我們 通常從 Keyboard 跟 monitor 秀出來的就是一個字眼 對不對 那一個字眼只用到只有7個bit 就像 USDT code只有7個bit 那你再加上一個bit 就多了一個paragraphy check 所以它只有8個bit 所以我們是用到比較低位的那就是8bit 好,這個 monitor也是 我們用到這個 然後呢 這個Status register Display status register 有16個bit 那我們事實上現在只用到1個bit 變成15個bit 好,那所以一樣的 我們這個工作業力也是一樣 在這邊 這是Hardware 然後這個Memory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monitor 對,那一張借業卡 所以上面有一個DDR 有一個DSR 這兩個register 那這兩個register 它的地址 也一樣 要有一個地址 對不對 好,看它的地址呢 在這邊 M104 這一個是M104 這個地址DDR是M101 所以你看目前這四個register 是不是00 002 004 很好記 我沒有你們記 這個事實上 他故意這樣設計 所以DSR是M104 DDR是M101 那我現在一個CPU 要送一個資料 從monitor秀出來 那我要先檢查 先檢查這個 DSR 這個最左邊這個bit 好 最左邊這個bit 然後看到這個bit 是不是允許我把資料送出去 假如不允許 那我就一直等 好 等到它允許我 我才把這個資料送進去這個DDR 然後再把這個bit 把它變化 好 那當我這個monitor呢 把這個DDR 把它秀出在monitor上面 移光幕上面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bit 做一個對 這個都是這裡面的電子電子 就是這裡面 就準備要去修改這個bit 第二時候 流連1變1 1變2 是 這一個戒片烤的戒指電子在做 所以為什麼要設計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戒片烤 這個 很多公司也需要斷電子 所以你要去設計這裡 可以去設計 包括這個資料 你把它送過來的時候 你怎麼樣一個bit的一個bit的起出來 它有它的timing 那個時需 所以你要滿足那個時需 然後去檢查 Pay-Rooty-Check 什麼都要在這個界面卡裡面 用Hallover去做 你只要用Hallover去做也可以 但是很棒 所以現在通常都是用Hallover去做 你即使改變這個bit 也可以用軟體來做 但是軟體來做太棒了 所以是用硬體做的 好 那我們看看 有了這樣的硬體以後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有一個多工器 有沒有 那多工器 我們剛剛是不是 看看這一個 我們這邊這個是不是 這個還保留 沒有利用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一個 給monitor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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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DSR 就給過來 好 那所以假如你是 你這個 比如說你現在說 我要讀F104 因為DSR是F104 那F104是到這個MAR 這個地址是到MAR 那經過這個劍子電路 他就會送出E1出來 從這裡送E1出來 這裡這兩顆bit 送出來 他一一一就選擇這角色 其他這三個速度都沒有被顯示 好 所以 這個DSR的資料 就透過這裡 經過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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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送到 這裡就成功 然後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多空氣是幹嘛 是控制這個MAR 它的速度 是你現在用Store 比如說你現在做儲存的工作 那出這個動作是 某一個 resist的資料 送到很低 對不對 所以他從 走這條路 這條路 其實很低 那腳裡 要讀 從 從 從這裡讀 Io讀 或者從 Memory讀 資料要從 這裡 接到很低 所以說這兩個路 就是不一樣 那這邊還有一個控制線路 他沒有發出 有一個Mio1.1N 這個控制線 我可以去控制這條控制線 就是有那個 CPU的那一個 解網線路 就FinanceStand線那邊 就有一個控制線路 從這邊掛線路 假如 你是要做Store的動作 儲存的動作 那我就選擇 這個多空氣走這條路 嗯 假如你現在是要讀 要讀 要讀Memory 或讀Io 那我就選擇 輸入 這個NDR的輸入 從這邊 進到NDR 對 所以這個NDR的輸入 可以有兩種而已 一種是從 這邊的Register進來 一種是從這邊的Memory 或Io 進來 好 好 有了這一些電子電路 我們就可以來設計 說什麼時候 我應該送一筆資料 給Monitor 的這個界面 讓它 顯示出來 好 那這個簡單的 氣動程式就是這樣 好 來這一個 DSR PDR 在這裡 這裡面我給它放F1.0次 然後這個DDR PDR 放在這邊 這裡面給它放F1.0 然後呢就用LDI 讀 DSR PDR DDR 然後用的是Io indirect 所以它會把這個 裡面的資料 讀進來是F1.0次 再去F1.0次 把那個資料 裡面的資料 讀出來 那F1.0次 就是 DSR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 Display Status Revices 裡面的內容 讀出來 那讀出來 一樣 我們去看它 是不是 這手邊那個BD 是不是E 假如是E的話呢 代表說 我可以送資料給Monitor 假如是0的話 代表說 Monitor還沒有把前面那個字 秀出來 對不對 那假如它前面那個字 還沒秀出來 你現在就把另外一個字 灌進去 是不是前面那個字 不介 對不對 但是它就被你蓋過去了 所以前面那個字 還沒寫字出來 就不見了 所以當然你不希望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一直去檢查 一直去檢查 檢查到 最左邊 那個 Data Status Regist Data Status Regist 最左邊那個BSE 為止 這時候我來送一個 新的資料 送過來 送過來 放進去 Data Status Data Resist 一直被Data Resist 一直被Data Resist 所以我就從這邊一直讀 讀進去 看它是不是附的 這裡面的資料是不是附的 假如是附的 那我再讀 假如不是附的 那我再讀 假如不是附的 那我再一直讀 就當一支 在那邊讀 讀到 哦 這裡面的內容是附的 那我就把那個 這個要 頂配出來的資料 就透過這個 會流盤 然後透過 經過這裡 進到MDR 再從這條線 灌到BDR 這樣還可以嗎 哦 好 所以這一個 驅動程式 早點就是這樣 哦 我們這邊就是一支 讀AE.4的東西 假如它不是附的 就代表說 我不能送資料給他 待會兒就沒辦法 然後假如是附的 這個 我可以送資料給他 這時候我就把 R0 假如我要 送個資料 要顯示出來的資料 是放在R0 那我就把R0 送到 V100 那一送過去 那一個 這個介面 介面裡面的電子電路 它自動 會把這個DSR的 這個 最左邊這個 V100 射得了 原來是E 它射得了 就會把它變成 想要給我 它這個 電子自動會做 把它變成0以後 假如你電腦 還要再送資料給他 是不是送不進去 對不對 為什麼啊 因為 它在這邊也知道 對不對 你讀到了那個 DSR的 最左邊那個V100 是0 那0就是 正的 對不對 但是正的 它就是正的 知道 知道 這樣OK嗎 它不是正的 就是0 只要你最左邊 V的15 是0 它不是正的 就是0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會成立 它不會成立 它就會知道 知道 然後等到Monitor Monitor 或者把這個DDR裡面的這個字 秀出來 秀到那個螢光屋上面以後 它這一個電子電路 這裡面的電子電路 自動會把這個變 變於1 也還是0啊 這樣把它變成1 這樣 那變了1的話 這個CPU就可以 噢 這個CPU就可以 再測到這裡是1 所以我可以把下一個字 再把它送到DDR 對不對 或者比如說 當我這裡是1喔 然後我這個Monitor 還想把DDR的資料 秀出來 就不能秀 為什麼 因為它會去檢查這個B的書 字1的話 代表說這個字是救的 可是 結果不會把一個字秀表變出來 好 所以完全是特別 這邊的用體 在做這種東西 沒有問題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怎麼樣從keyboard 或者怎麼樣做輸入 怎麼樣做分數 我們就介紹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個電路 是怎麼樣 你打一個 從keyboard 打一個字進去 然後它會從螢光幕 秀出來 也是Echo 這是我們所謂的Echo 補貼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電腦 都是這樣做 你打一個字進去 然後它會從螢光幕 秀出來去 那你檢查 那你打的字對不對 好 那這個很簡單對不對 我第一個 就是從keyboard 讀一個字電腦 讀出來以後 我就把它撞到monitor去就好 那是不是那個字就做了 好 好 那所以我們的流程圖 畫的是這個 現在你們寫層次 比較少畫這個 好 我知道我的研究生在寫 寫那個層次 他們一坐下來 好 那個那個monitor 前面一坐下來 馬上就寫層次了 好 好 那我們以前不是 因為以前我們沒有 沒有PC 都是要到那個 電線中心去 做我們那個卡片 好 所以你沒有辦法 就是當場 坐下來打 你們現在到家都有PC 所以現在到家都不畫這一個 好 那現在直接就寫著字 好 但是我們還是看看這一個 這個 你看 這個流程就是怎樣 欸 我從keyboard呢 有沒有一個新的字進來 假如沒有 那我是不是在一隻這邊測試 看有沒有一個新的字進來 對不對 那這個新的字進來怎麼測試 讀那個keyboard status 對不對 對不對 看它對左邊是不是一 假如不是一 那我就得到 就代表說沒有一個新的字進來 好 好 那等到 欸 那個keyboard status 對左邊是一 那就代表一個新的字進來 那你就把它讀進來 準備 讀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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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進來以後 我現在馬上送到monitor 送到screen去 螢光幕層去 那我要測試 欸 這個螢光幕現在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讓我送一個新的字過去 他說我一樣 測試那一個 DSR Display Status Register 最左邊那個被子 看到是不是一 是一的話就代表說 喔它已經ready了 我可以送一個字給它 假如不是一是零的話 那我就一直繞 繞到它ready為止 那我就把這個字送出去 對不對 送到那個DDR 那自然那個share在那裡 那個screen上 好 好 那你只要知道這樣子的話 喔這個程式你知道就 就可以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我們現在用到四個register keyboard status register keyboard data register keyboard data register display status register display data register display data register 然後就把這個字進來 假如沒有一直繞 假如有 就把它圖進來 讀到r0 所以我現在這個字 是不是在r0裡面 等一下我要把它秀出來 我要從r0送出去 對不對 好那再來 下面一個 我要去測試看這個display screen 是不是available 是不是ready 好不ready 就沒事繞 ready了以後 好就把r0送去這個DDR 好 他就到這裡 這六個程式直行完 你打進去的 頭巨破 打進去的那個字 就從 一放不上你就選 好嗎 這個做完 就在這邊一直亂 所以你打 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就出來 第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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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你就把這個程式 把它寫成一個roof 而已 要嗎可以嗎 好 好 這個 就是我們這一張 要跟各位介紹 這樣子 好 其實他這裡面 還有intelrod 水溫IU 這個以後 你能到大專道去 好 因為intelrod水溫IU 還要 必要動到hardware 好 所以 我們事實上hardware 整個硬體 是這樣 比較複雜 好 光光你這個 PSR KPSR 都要 電腦都要可以寫 剛剛我們是電腦不能寫 對不對 他的KPSR DSR 最左邊那個bit 都是由他的電子電路 界面卡通的電子電路來做 現在就不是只有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電腦還要控制 既然你有干擾 對不對 不是干擾 你電腦這樣嗎 你電腦這樣嗎 你電腦中文什麼 中斷 既然你有中斷的話 你就要 我演習不演習 你來中斷 還有 我要 設定你 等於優先前是中斷 對不對 所以電腦要去設 齁 那演習不演習中斷 都是記錄在這個DSR 跟KPSR 跟KPSR 我們把它存在 比的14 那這個是由電腦可以開 所以這些我們就 不講 這個比較 高階的時候 就 流到油裡 有線皮再去 對 再去修 好 所以我們 基本上 我們這一章 就介紹到這邊 那假如你現在做習題 有碰到 我們沒有教授 你就拿跳舞 那假如你說 哎 你要把它弄倒 翻臉 啊 你有問題才懂 所以我們在課堂上 就不行 這樣可以嗎 好 現在幾個 40個以上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 發這個口件 啊